作词 李宗盛 来吧 今天又是我 又是我来第一个鞋 哦 昨天我是最后一个鞋 今天我是第一个鞋 来吧 马上就要离开西安这个城市了 今天去感受了勤强的魅力 平息的有趣 看了搞笑的丑彦表演 体验了一把水秀的好玩 今天又是一个收获满满的一天 今天的西安 夏日的小雨 依然是冷的头皮发麻的一天 今天去到非无知文化驿站的时候 对的老板说了一句 大概是这句意思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各方面娱乐项目也越来越多了 然后喜欢这些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少 然后想要去学习传承 这些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少 然后再加上今天的特殊情况 他们做的东西也是每况愈下 然后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还挺不舒服的 我感觉就是现在的一些 好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慢慢的都没有人去了解 去接触了 然后我想希望大家能去 多多了解这些文化 去接触去感受一下 他们的独特魅力 真的跟你在手机上玩 其实那些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今天还真高兴的事情 就是我们去吃了西安的当地特色美食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甜的吧 就类似于鸡蛋牢骚啊 敬高那些东西什么的 然后我们点了他们当地 他们那个餐厅 12到9特色的菜 大家来西安也一定要尝试尝试 然后今天可能就是旅行的尾声了 不是可能就是旅行的尾声了 希望下次还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 也要多多支持我们的 我们BC21 老师叫我叫下一个人 斯南 我写完了 今天是整个毕业旅行的最后一天 在这半个月里的时间 我们一共走过了四个曾经 有我们各自不同故事的城市 也在这四个城市 留下了我们五个人的故事和回忆 完全不同的五个人聚集到这里 互相磨合 互相帮助 互相成就 互相成长 希望我们一直都能好好的 不论如何 及时 及时 不仅是 所有的相遇 经历 都是缘分 世界那么大 能够相遇彼此 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希望五个人 真的真的一直都好好的 五个人 五座城市 五个故事 Fight to the one Not only 对 这样的 行 很厉害 好 有人给他们去看 我的朋友 做了 出现了 我把他们的家里面 出现了 很不容易的 你走过了四个城市 留下了我们一起的足迹 当然 我们的旅行 不会只只有这四座城市 这四座城市 我们也不会只来这一次 这次旅行 也是属于我们五个 最青涩的时光 希望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能像这次旅行一样 我们五个永远在一起 毕业之后 我们会有更多的 艰难闲逐等着我们 冲板ECR1 这一次我们没有退路 加油吧ECR1 这一次我们背负了太多 挥洒青春吧ECR1 让我们给自己的青春 一个完美的答卷 无悔吧ECR1 让我们团结一心 踏平所有障碍 奔向那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Fight to the one Fight together forever 下一个 林仔 来 就这么最后一次 给我一次 爱的人 谢谢大家 洗完了 说的东西有点啰嗦 就是一直感慨 就是不舍的 我林一鸣和BC221的小伙伴 在这里就要和毕业旅行说拜拜了 时间是过得真快 转眼间我就在BC221待了快三年了 有点不舍 但是也要和现在的我不成熟的我说再见了 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进步 因为新的挑战正在等着我们 未来还有更多的煎熬 等着我们去闯 经历了四个城市 我们的感情更深了 更了解对方了 更加坚定了 我们就是要闯天涯 打败所有一切的难关 五人同心 齐力断金 为着舞台 为了梦想 永远在一起 虽然这一次就这么快 就这么轻易的就结束了 但是新的开始来了 我们也来了 我们是昆英语的BC221 请多指教 未来我们一起走花路 吧 小涛 下一个 真是死我了 写的我都别流泪 我流汗 最后一个 我上面等了大半天 嗯 大家好,我是杨桃 今天是旅行的最后一天了 其实挺不舍得的 这半个月我们一起经历和一起相处 大家一起都很开心 然后也有一起解决问题 一起受累 很艰难 就很难得有一次这样的旅行 大家也有更多的了解 还有认识 大家也有了更多新的认识 毕业旅行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未来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我们 我们一定要一起去面对 一起跨过去 我们五个家伙是坚不可摧的 我们是一家人 很开心在北京 在昆英 在BC221遇到你们 我想和你们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 明天就回北京来 继续我们的训练生活 我们也要好好地备战 准备好BC221大杀四方 等一下啊 我们也要好好备战 准备好BC221大杀四方 我会更加努力赶上你们 加油BC221 加油兄弟们 晚安 等一下这个大杀四方 大杀四方 没错吧 嗯 好谢谢 我来收拾这残局 我感觉我一语心我普通话都变差了 完了老师要揍我了 就有得必有舍你知道吗 获得了就是对大家的那个了解和认识 然后结果丢了普通话 完蛋 完蛋 ball ırd radiation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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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